上期我们聊了促稿 我说规律的双日有氧有利于搞通的分泌 那结果一堆单身狗 单身的朋友问我 这个单人有氧行不行 他给我发了好多狗头的表情包 我觉得这种即使条件有限 还有坚持训练的网友十分令人敬佩 我们不能去轻易的取笑人家 那既然这么多人问 我也得给大家一个训练思路 不管你是双日有氧还是单人训练 其实本质都会给你积累一些疲劳度 同时也会给你带来一些buff 就看这个buff对你来说划不划算 需不需要 按照专项第一原则 就是咱们的训练得符合自己的专项 既然我们露铁是以力量训练为主 那和这个有氧训练本来就是相冲突的 除非你的训练强度特别大 你可以练到你的会计纤维 可是我觉得大部分人是达不到这个强度的 所以这个练多了 肯定会影响我们的整体力量发展 第二 不管你是双人训练还是单人训练 都会给你积累一些疲劳度 尤其是一些神经性的疲劳 另外如果我们的人脑 长期处于多巴胺过度分泌的条件之下 所以凡事不能过度 但是具体多少才能过度呢 这又牵扯到你的年龄 饮食 强度 容量 频率 动作难度 还有同伴的训练水平 而且每个人的个体差异有很大 所以这个点很难量化 所以我们只能自己做实验 可以逐渐增加难度 找出自己的最大可恢复训练量 有实验成果的呢 可以在评论区分享一下你的具体思路 但是规律的双人一样 的确可以减少我们的皮质唇分泌 是我们信心愉悦 对我们的整体激素平衡都有好处 单人训练虽然效果打折 但是方便快捷 不用付出很多的时间精力 去维持这个训练条件 我觉得各有利弊 其实外部因素并不是特别的重要 也不是练的菜的理由 请大家要摆正心态 所以我的建议是 如果你的第二天是重训 强度容量都很大 或者你是在一个中周期的末期 本来就积累很多疲劳度了 那这种辅助训练项目 就需要缓一缓了 以防止状态下滑 或者走成受伤 如果你的第二天是轻训 或者休息 那可以根据自己的恢复能力 去操作一下 大原则是辅助训练项目 不能影响主项的练习 如果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 请点个赞支持一下吧